据台媒报道 日本政府早前宣布捐赠台湾237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结果遭岛内民众质疑 日本自己不敢打 所以送来台湾 对此 台驻日代表谢长廷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 驻日代表处形式上是民间机构 代表处把疫苗运送到台湾后 又和疾病管制机构签订一份协议 所以如果出了事 应由疾病管制机构承担一切责任 消息一出 立即引来岛内民众一片声讨 有台湾网友表示 有功劳就领 有问题就甩锅 有谁看过比这更无耻的人 还有人质疑 打AZ的致死率极高 但执政的民进党却说是慢性病导致 双标党果然只能靠骗来疯狂吞泻责任 据台湾疾病管制机构统计 截至目前 台湾累计发生352例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事件 其中344例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